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怎麼了 又叹氣了 不是 因為我老婆每天都念我 說什麼吃東西都不節制 有沒有一點職業道德 真的是 怎麼會呢 我看妳最近有瘦啊 是不是 我就知道妳有在觀察我 我跟你講我最近真的是 我跟你講我一天只本來吃午餐的 我現在都吃四餐半 我有時候都覺得好餓 對啊 我覺得最近看妳這樣裝扮 有點像 恐流 恐流對不對 很多人都在講 我跟你講 可是我自己個人 我是覺得像露函 很像嗎 因為我皮膚比較白啊 露函你們不高興 那吳亦凡可以了吧 吳亦凡還不開心 我已經 好啦 你要我說實話嘛對不對 你這樣開心了吧 光是你一個人的乾冰費用就多少錢 你知道嗎 真的耶 這個不是就是只噴我嗎 對啊 因為這兩桶就是我的啊 對 噴到最後 我已經這家公司入股了 你不知道 蛤 彭妤亦這也太誇張了吧 有誇張嗎 剛剛前面是善意的謊言 你還當真喔 善意的謊言 對啊 那可以多說一點嗎 我不想 我不想 可是這個善意的謊言 只有我們台灣人會說嗎 沒有 不用 外國朋友他們不會說善意的謊言嗎 我覺得有時候外國人 也是會怕上人家的心 也是會講一些善意的謊言 所以囉 也不一定是上人家的心 有的時候是鼓勵人家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我真的是不忍心告訴你實話 我只好說出善意的謊言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剛剛對面呢 告訴我實話 我真的不想聽 善意的謊言多來一點好嗎 我們的聯合國部隊 歡迎 歡迎 最常說出的善意的謊言是什麼 我們今天有做了一個字版 整理給大家看 是 是 是 整理 那我們整理的第一個是巴西啦 巴西 那巴西人會說什麼樣善意的謊言呢 你沒事 對 你沒事 很愛講這個 就是巴西那邊 就是有一些人就生病了嘛 然後他們就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發現 哇 你真的就是很... 很...很嚴重 很快就被射掉 真的快 喔 有這種感覺 非常嚴重 我感覺到你也很嚴重 對 啊 後來那個 從那個醫生開始喔 他會跟妳說 你沒事 你沒事喔 可是我就覺得 本來就是醫生要老實講嘛 但是醫生會說 你沒事 他不會跟那個人說 他會等那個 那個他的家人親來 檢骨的那一天 他會跟那個... 他的家人說 你可能就知道 你的兒子有什麼事啊 你要小心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不會直接跟他講 為了他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韓國 就是自己被淘汰 也把德國拖下水的韓國 好 那一切去啊 可以說什麼樣善意的謊言 謝謝 而且還要2比0喔 你臉上的字好特別 對 我們很喜歡 你臉上的字好特別 可是重點就是這個特別 這個字 因為這個特別 不是你們想像的那個特別喔 像是如果一直看著你的臉 然後 你的那個臉上的那個字好特別喔 這意思就是 那個字很醜 可以拔掉嘛 拜託 拔掉 對 就是點掉的意思 是是是 因為我們韓國人 韓國人不太敢講 你的這個字啊 或者你的這個衣服不好看 那你們韓國人臉上都沒字嗎 我們幾乎都沒字 就我們有字都就點掉 我也是 我弟弟我媽媽都已經點掉了 所以你看別人臉上的字也看不順眼 就是我這個 第一就不好看 然後第二有一些 有一些字啊 就有 有 不好的 不好的字啊 對 人家說字無好字 尤其是長愛臉上 可是你臉上很多字耶 沒有 那賽班 還是師班 什麼師班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 就不好看的一些字的話 就直接跟他講 那個字好特別 韓國這個就是多管閒事啦 對啊 好 來 法國呢 法國呢 就是人家梅西已經年紀很大了 還讓人家冠軍夢歲的 法國人 他們會跟人家講 什麼樣善意的謊言呢 不重要 不重要 對梅西來講很重要 小梁哥怎麼在竹拳這麼有研究 對啊 你犯下他好不好算了啦 我可以怎麼樣 因為不要讓別人覺得很尷尬什麼的 我爸爸媽媽也會說 大家都會說 比方說我以前在法國餐廳工作 然後如果有一些客人 他們有一次 有一些客人剝掉一個板子 然後馬上跟客人說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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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很緊張的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滿重要 因為還要洗乾淨 還要準備一個 多一個 這個很重要 這不敢說 所以要用相應歡迎 然後也是老婆去購物的時候 也是她買很多東西 剛剛我們去歐洲 有賣很多東西 然後跟老婆說 她覺得有一點賣太多東西 我跟她說 這不重要 你老婆怎麼可能會跟你說 她買太多東西 因為她真的有賣很多東西 所以我感覺是 你為什麼賣這麼多東西 我們是 心裡在堂寫 錢就不夠 如果我這麼會賣新的摩托茲 如果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老公 不是 老婆看鏡子說 我好像又老了一點 那妳會怎麼回 法國人都怎麼回 我不會說 我要小心一點 誰 所以妳就立刻奪門而出 跟巴西一樣 沒事 沒事 他講沒事 還不能 我老公是一片字 我老公在這一點 他就做得非常地好 他在我面前 因為我年紀也大了 我就常常會覺得說 我老了 然後而且我就覺得說 怎麼搞了上個月 才光過完生日 我的手也痛 網球走 腳也痛 走路會痛 我就跟我老公說 怎麼辦 我覺得我好像變老了 好像真的女人到個年齡 會變老了 他就說 Baby不會 妳還是很年輕 妳知道嗎 我們28歲結婚的時候 妳就這麼年輕 現在雖然過了這麼久 妳看起來就很年輕 所以妳28歲就有網球走了 沒有啦 那時候還沒有痛 他是說臉啦 可是現在慢慢不但老了 好嗎 臉我們開始騙人家一下 對不對 可是身體也開始在痛了 我老公也說 不會啦 不會啦 他以前也會痛嘛 網球走 自己也會好嘛 其實 然後腳痛呢 他腳也會痛 他也好了 他就說會好 會好這樣子 我心裡想 對 他以前也腳痛過 他也好了 手也痛過 他也好了 我還真的被他安慰到囉 所以沒想到有一天我從 就上個禮拜 我從樓下 要走到樓上 我們有樓梯嘛 他正在跟他朋友講話 他那個朋友是南非來的吧 他們不是講法文 用英文在講 不曉得講到哪個重點 好像是講到年紀的時候 他就說 我老婆他現在也老了 然後呢 因為呢 他都說他要去做他的臉 因為他臉上都有皺紋了 而且他真的看起來皮膚都很乾了 蛤 真的嗎 因為他就都有Rinkle了 有Rinkle了 然後呢 他接下來就講說 我們可能要存點錢 要去找老人院 HOME 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 我可能以後不能走路 他不能照顧我 他把我送到老人院去 哇塞 你老公太掰不得了 是開玩笑的 我們來看一下英國 英國人會說什麼善意的謊言 你看起來太棒 對 棒棒 因為其實英國人他們很不會穿衣服 大部分的英國人呢 他們就是衣服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都亂配 那有一次我的房東要去做禮拜的時候 他穿了一件 坦白講真的是蠻醜的花襯衫 就是花裙子 那我那個房東他的身高不到150 但是體重超過150上下 那樣子身材的 圓圓的 圓圓的 可是他是穿那種花襯衫 就是感覺 不是我身上這一件 呵呵 這樣這件很好啊 對啊 就是跟我自己有點雷同啦 但是他就是整個人會很膨脹很膨脹 他就問我說 欸 你覺得我適合身上這一件嗎 那我就老實跟他講說 結果他就臉馬上垮下來 可是我是講實話 他就掉頭就走 然後我回去樓上 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 然後就披著 那那時候我們 在學英文的時候 在英國的時候很流行Friends 每次都看那些Friends裡面的演員 開玩笑 然後他穿了一件黑色衣服出來 全身黑 再加上一個黑皮靴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你穿那麼黑是要去FUNERAL嗎 就是開一個玩笑而已 然後整個人非常非常的生氣 就奪門而出 隔一天我們剛好學校的那個輔導課 我就跟我們那輔導老師講說 為什麼那英國人那麼禁不起 講實話跟開玩笑 結果那輔導老師跟我講說 英國人很care你說他的外貌 還有衣服 不管有多難看 你都要說 這件衣服就是你的 你挑對了 這件衣服是你的 所以連他穿黑色 我們只是講說 你剛剛是從哪個場合來 就是開玩笑 都不行 不行 你要說這件衣服是你的 SOUL MET 這件衣服就是你的菜 這件衣服天生就是屬於你 還有 你要講成這樣子 你很可愛 你很可愛 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你 就是要稱讚他 我們很博理心耶 對 我們外國人從小的那個教學 都是這樣 很奇怪 他就是不能講實話 可是真的很不適合 可是義大利 義大利也是這樣 我帶我媽媽去義大利 她要賣一個包包 然後他們一直說 Machabella 就是這麼漂亮 什麼的 但是這個包包真的很錯 很不適合他 但是他們也是喜歡這樣 很舒服的 但是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不適合還宴 這個真的是 對啊 為什麼不講實話 對啊 不會這讓我想起來 聖誕節猜禮物的時候 每次猜禮物 那個禮物你看本節目 不喜歡 但是人家 我好喜歡這件衣服 那時候真的很考驗演技大哥 對 猜一看那一刻 就讓我想到聖誕節的時候 那一刻應該怎麼演呢 賈斯汀 嗨 謝謝 嗨什麼嗨 我想要這個 好特別 好特別 那你看一下費丹尼的 嗨 嗨 嗨 沒事吧 你是要中風了 中風了 怎麼他好害 這些到底是誰找來的新聞 好害 路上很多 好 路上很多 是 好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 下次再約吧 對 我們說那個下次再約吧的時候 是代表沒有下次 謝謝 那如果 那如果你們真的要約下次 你們會說什麼 就是 幾月幾號有空嗎 就定下來了 對 定下約時間 對 我們那個跟那個男生 或是那個 兩個人一起去約會嘛 然後 那個回家之後 還是虛偽的傳說是說 今天謝謝你 今天聊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一次是 就決定有沒有下一次 然後如果最後說 那我們下次再約吧 這代表不要再 不要再約會 然後如果是 那下週要不要去那個 看電影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就有下一次 就當下定下來 對 可是你說下週要不要去看電影 也沒有一個正確的日期啊 跟下次再約不是一樣 不過要那個詳細一點 就有真的要去的感覺 對 他起碼 下週好時 幾點幾分 他起碼有講個下週 有講個看電影 跟那種下次再約吧 對 但是為了那個 不要那個讓他相信啊 蛤 可是有些人就傻傻的相信 對啊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民國念書 然後他那時候去交換學生 他就是很喜歡日本 班上有一個日本同學 他說他也是做了一個藝術報告之後的 那個同學非常的迷戀他 那個整場他做報告的時候 那個女同學就是一直這樣子看著他 而且還不時的發出 哇 Skoy 欸 Skoy 就是那種讚嘆聲 然後下課之後 那個女同學還跟他講話說 我覺得你好有才學喔 那那個男生就覺得說 好吧 既然這樣我就衝一波 因為他也覺得那女生不錯 他就說 那東京有一個什麼什麼藝術展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 就那女生就說 嗯 好啊 好啊 那我們下次就約吧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嗯 好啊 然後他就打開他的手機 那個行屍裡就說 欸 幾月幾號 下禮拜二我有空 那這個時間你可以嗎 日本女生說 嗯 好啊 好啊 我們再約吧 然後他又看了一下我的手機 那禮拜二不行 那禮拜三我有空 你要再約嗎 嗯 我們再約吧 就對話一直鬼打牆 那女生一直沒有講出那個時間 好討厭喔 都六年了還沒有約成 就是不想約 對 下次再約吧 六年 這段節目我希望黃豪平 你可以看他 就不想約了 而且 下次我好像訂到夢多 有時候跟你家 下次再約吧 沒有 夢多跟我們講都是 下次再約啊 他說 好啊 好啊 要約要約 要約約 都不約 然後他都裝得很緊張 好好好 最近再約 然後就掛掉 真的 有一次我就去一個朋友 他也是日本人 他在台北這邊有開一家公司 然後我就去那邊跟他談生意的時候 然後我們騰得很好 他對我非常的好 結果我們騰好了之後 他要送我下去 那我們就下去的時候 剛好有另外一個客戶 是想要跟他去開會 然後我們就一起走的時候 我就往那邊走嘛 然後他看到那個新的客戶 他開始說 哇 好久不見 哇 你 那我就開始聽那個 那個 我就覺得 我沒有看到他 但是我聽到 我的腦就是在跑 哇 他可能就是穿 SV的包包啊 筆鞋啊 什麼的 後來我就看到 我跟你講 他穿得比 靜米仔還差 真的 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你主意成 他下水 我說 說本來日本人就是這樣子 太誇張了 真的 像之前 我在台灣跟幾個日本的朋友 我們都在走 就去逛街啦 然後那時候 他也有一個美國的同學 就是跟著我們一起去 然後那時候 我還算是會一些基本的日文 但是那個美國男生好像也會 然後他就開始跟那些日本女生 鬥來鬥去 就是講一些日文的笑話 然後那些日本女生 哈哈哈哈 你明白了 有笑話 有笑得像你這樣 差不多啦 然後 可是你剛剛看起來像個花枝 對 他們很久不見 反正他就 就笑得超級開心 一說那個男生超好笑 好厲害什麼什麼 結果那個男生有事情要先走了 然後他走掉的時候 我就 我很納悶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笑 我就聽不懂他講的日文 我想說我日文可能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說說 欸 他剛剛講什麼東西 因為我也想要很好笑啊 他說他講什麼 他們就說 我也聽不懂啊 蛤 他們也聽不懂欸 蛤 他就是因為他講一個笑話 他就給他面子 對啊 他現在看那個男生笑 他們就 哈哈哈哈 跟著笑 對啊 你平常講笑話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 對啊 對啊 辛苦你們 辛苦你們 對不起 對不起 OK了 你看小百合 你看小百合 剛剛笑得好開心喔 哈哈 好笑喔 小百合好真誠喔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下一次見面吧 我們來看德國呢 德國沒錯 我工作忙 對 因為 德國人說自己工作很忙 大家都相信 因為大家都覺得 德國人真的很認真工作 而且德國人真的很不喜歡說謊 所以我們 對 我們說人會有很大的罪惡感 那我自己很不喜歡 可是有的時候必須要這樣子 之前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很想跟我學德文 他一直問我 少祥你可以在我的德文家叫嗎 我很不想教這個人 因為他語言能力很差 然後我覺得他的態度很不認真 所以我一直要找藉口 我不想直接跟他講這個 所以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工作很多啊 然後這個很難排 然後有空再跟你說 他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有一次他說 少祥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去喝咖啡嗎 我說好啊 可以 那我就跟他到咖啡廳坐下來 那他說那少祥你今天難得有空 我們現在也可以練習一下 然後你可以給我看一下你的那個日曆 給我看一下那個 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就還要看 還這樣 好逼人喔 好逼人喔 真的 對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英文還沒有很好對不對 我覺得英文比德文還重要 你要不要先學一下英文好了 喔 好 那你少祥你可以教我英文嗎 不好意思我沒辦法 你可能要找英文老師這樣子 就這樣拒絕他了 但是 太逼人了吧他 對 但是 他可能也覺得我沒有在說謊 我有名的直接 但是我那時候就真的說謊 我也有一個德國的朋友 就是有一次我是跟朋友聚會在一個酒吧 就朋友生日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外國人一直在門口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他就一個人自己走進來 吧台點了一杯啤酒坐著 然後我那個男生朋友就想說他怎麼一個人就去跟他聊天就用英文 然後那個男人就說我是交換學生 然後我聽說金華城很熱鬧 結果我11點來金華城關門了 所以他就來那個派就想說坐一下 然後我們就說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玩 然後他就說好啊好啊 他就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他就說 我們就問他說你酒量好嗎 他就為了要融入我們就說 我酒量很好 男生我們想說德國人酒量一定超好 我就說那你都可以喝嗎 他就說混酒什麼都可以 我酒量真的超好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就只會的中文就是乾杯 所以他見到人就說乾杯 然後我們那個人就說 哇他的酒量真的很好耶 我們就陪他一起乾杯乾杯 結果大概過不了多久 我們要去下一湯的時候 他就已經醉倒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吐是這樣子 這樣子流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第一 就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個人 然後我們還要幫他清理善後 就是還要跟店家道歉 然後還要把他送上計程車 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騙人 上一個說自己酒量好一直乾杯的 後來就上了救護車 就是夢多 真的耶 對啊 就是為什麼要騙人 夢多都說水變好 不會醉 然後就上救護車了 對啊 那有沒有你們講過什麼樣的善意的謊言 結果講完之後 哇完蛋了 一發不可收拾 要用更多的謊言來用 對方可能當真的 對 以前有一個女友 嗯 我去她的家 她父母家 然後 她爸爸就跟我聊天 哎 少俠 你對我的女兒是認真的嗎 我就說 當然啊 很認真啊 而且這個是 我是真心跟她講 我很認真啊 那你知道我們在台灣 認真的意思就是以結婚為前提 哦 我就 我就 嚇死了 哦 哈哈 呃 我不認真 我心裡面想 其實外國人對西方人來講 認真不代表一定要結婚 認真意思 我們是認真談戀愛 過幾年後 如果突然覺得一定要結婚 就再結婚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 我現在要想到什麼 結婚什麼規劃 可是我不敢跟那個人講 那個爸爸講 我說 呃 嗯 嗯 對 我懂 那 他爸爸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個 定個日期 說可能明年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娃娃 下個禮拜 那你就隨日本人說 下次再約吧 哈哈 下次再結婚吧 我就 那我跟你的女兒討論看看好了 但是 我當然跟 跟女友沒有討論啊 但是之後每次去她的家 就每次做一些暗示 但是她的 那個壓力 讓我越來越不想結婚 這個壓力讓我覺得 喔 我這個爸爸好像很雞婆 我不想要進入這種家庭 最後因為這樣子 我只好分手了 我在日本工作的那個時間裡面 那個我曾經說過 一個很相義的謊言 就是一個 然後讓老闆 好幾萬 的那個 Case 飛了 哦 對 就是我跟老闆 他笑得好甜哦 好幾萬的Case 飛了 對啊 好甜美哦 就是我跟老闆一起去 應酬的時候 應酬的時候呢 那天的客戶一剛都就 那個 感覺像那個小隻的 小隻榜的Justin一樣 那種很白白 然後很那個 有點瘦瘦的感覺 有點衰衰的 對 什麼意思 你們瘦瘦的 有點像小Justin的感覺 然後一看就知道 他... 一定很帥 沒事了 沒事 然後那個一看就知道 可能酒量不太好 不過為了讓他開心 我說 你看起來很會喝哦 今天多喝一點啊 應該都曾經打敗過很多人 對... 然後沒想到那句話 讓他勉強地狂喝 他喝那天喝 一直一直乾杯 然後那個像那個 你剛才說的那一樣 就是突然那個開始吐啊 在那個老闆面前開始亂吐 亂吐 後來過幾天 他就不敢接老闆的電話 直接那個... 太丟臉了 對 太丟臉了 直接那個沒有那個 好幾百萬的Case 就飛了 家事在日本也會那樣啊 就是很愛喝 然後我們還需要 看他回家 回到飯店 你跟孟多兩個 真的很愛講自己酒量很好 然後最早被送走舊 隨便你們女生第一層這樣啊 隨便你 我有一個師弟 然後呢 因為我們就是做綜藝這一塊的 有的時候上一些外景節目啊 就是會伴仇啊幹嘛的 可是我那個師弟呢 他就是有偶寶 他很多一些伴仇的動作 他都不做 就有一天我坐他的車 我就語重心長跟他講說 為什麼這個通告你不上 你現在窮成這樣 這個通告你還不接 那個通告你又不接 然後他很認真告訴我說 謝忻姐我告訴你 所以我不能接這個通告 我不能沒有這個形象 然後我真的當場是驚訝 我嚇到了 到底是誰 把他說出來 不能 我不能講 他真的很醜 然後我真的嚇到為什麼 我以為他跟我開玩笑 他就停車 在幫我紅綠燈 他就看我 他說我告訴你 我真的很帥 所以我是偶像 我不能做這種事 然後我就說到底誰說你帥 他說我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 你的女朋友 她是要去看眼科嗎 她是眼睛有問題嗎 她是瞎了嗎 他說謝忻姐 我跟你講真的 我很認真告訴你 我真的很帥 他跟他交往三年了 他真的覺得我很帥 而且我真的帥 我不能跟你們一樣 在泥巴裡面打滾 我不能去搞笑 泥巴裡面打滾 對 我不能去搞笑 我不能跟妳一樣跳海 或者是什麼講笑話之類的 我就是 偶像路線 然後我就跟人家講說 我現在告訴你實話 反正我就被他氣到 因為他覺得我在騙他 可是我真的沒有在騙他 是你女朋友在騙你 那有一次 我公公婆婆他們很吵架 好像是我公公要去新加坡 然後沒有讓我婆婆去 然後我婆婆那個天蠍座 就開始在旁邊我滴滴嘟嘟說 Angel 我覺得 你那個公公好像現在 在外面有交女朋友了 她要去新加坡 竟然不讓我去 可是我也不曉得真假 可是問題是我婆婆 還會拿證據出來給我 你就發現到你用腳 你沒事 想太多 已經壓不下去了 好啦 你一直想離婚 你的年輕很工作很辛苦 把這個家弄 什麼就是照顧個老公啊 照顧孩子 好 而且你要知道 法國是女權主義開始的地方 所以我就說 OK 你要是真的覺得 她說她要離婚 我說好啊 我就說 其實你應該可以離婚 因為反正我們大家都大了嘛 然後公公 你們就可以各自在趁年輕 各自找自己的春天 法國很多人這樣子嘛 我覺得說了也OK啊 結果 晚餐吃飯的時候 那個 他們吃飯被講法文 講一講好像有點要吵起來 就突然全部的刀叉放下來 看著我 我去抬頭看 剛剛他們說了什麼 他說我老公 然後我婆婆再用英文說一遍說 我要跟你離婚 Angel也認為我應該要跟你離婚 我的老公也好 超尷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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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知道我婆婆終於等到 我說這句話 所以你真的覺得 她們該離婚嗎 沒有 我只是說 因為我一直說沒有事情 妳想太多 好像我婆婆認為這些事情 就覺得我這些已經安慰不了她了 最後我終於說 妳真的想過妳自己的生活 那妳離婚會對妳比較好 所以她在慫恿自己的公公婆婆離婚 沒有 婆婆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你們誤會我了 可是妳剛剛說要去找第二個春天 對啊 我是說還鼓勵讓婆婆出去找 而且她還跟婆婆都趁年輕 對 不是 因為我就覺得妳也這麼辛苦 我就覺得好吧 我就順著妳的話說 而且她會比較開心啊 很尷尬 好尷尬喔 她說Angel也說我們可以離婚 真難處理 真難處理 結果咧 結果她們有在妳的慫恿之下離婚了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可能就是一個誤會啊 這件事情就過 她們就再繼續轉機回法國 下次再回來就聊別的事情了 就沒再聊這件事了 可是我真的很尷尬 可是妳的角色在這裡面 她們就算後來和好 妳也很尷尬 公公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樣 對啊 我公公還這樣子 而且我也沒辦法跟我公公解釋 因為我公公的英文是很好 但是我很少跟我公公聊天 對 但是我跟我婆婆比較會聊 妳放心公公從此之後 也不想跟你聊天 真的 我就贊成她們離婚啊 把這段錄下來 我都贊成她們離婚耶 不是 我是說到時候 我是贊成她們離婚啊 對啊 我沒想到 當然 尤其是結婚 就常常要講這些三一朵謊言 對 像是我的話 常常跟大家說 每天在跟老婆說你愛她 呃 都不是 那是我老公對我做的事 就是真實話 我每次跟大家說 這道料理啊 就是我老婆做的超好吃 可是呢 有一次我媽媽來台灣嘛 然後她吃了一些韓國沒有的菜 就是黃金泡菜 然後她吃了 她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問她就從哪裡來的啊 當然我直接跟她說就 我老婆做的 她很棒 可是其實她完全不會做那個藥 可是我以為是就 就一些就鼓勵她一下嘛 結果後來就她問她說 這個黃金泡菜的顏色怎麼會這樣子 我想知道 我想在韓國做看看找我一下 因為我跟她說這個她做的嘛 結果她完全不知道有一點的 有一點多 然後我就是說 呃 應該你要在一些那個 七十分以下 然後她加了七十分 然後她們兩個現場自己做 結果原本的那個好吃的黃金泡菜 跟她們剛剛做的黃金泡菜 完全味道不一樣 你住台中嘛對不對 對 那你平常就是跟你老婆說 你要上來錄影 但實際上沒有錄影的時候 你都會怎麼用善意的謊言告訴她 這個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 延遲啊 或者是要加班 就隔天主持人應該有事情 所以主持人 啊 對不對 隔天還要錄多一集啊 什麼的 你還真的有啊 你還真的有啊 喜歡每個月我跟胡瑩蓁的 Schedule會送給你老婆看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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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人啊 有沒有最常對另外一半 說出什麼樣善意的謊言呢 英國人會對另外一半說 我們可以一起克服 我們會不會OK 就是例如說 他們接到帳單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水費 電費 那些瓦斯費其實非常的高 我就曾經目睹過我們的房東 他們同時接到那個帳單 然後他們一看到帳單 跟信用卡帳單的時候 就整個被那數字嚇到 然後男生就安慰女生說 寶貝 我們會OK的 你不要擔心 就是這些錢我們繳得出來的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會算那個收支表 然後一回頭 女生就是去廚房工作了 男生就打電話給他朋友說 可不可以擋點錢來用用 私底下接錢 然後男生不在家的時候 因為那個Land Lady在家嘛 Land Lady就是 出名Gabby來家裡聊天的時候 她也跟她的鄰居在聊說 家裡的錢不夠用的事情 但這是善意的安慰啊 但其實真的就是過不去 但是她會跟她講說 We will be okay We will be fine 美國男生多會講善意謊言 很厲害 所以美國男生怎麼樣會說謊 就是在女生要逛街的時候 因為這個事情我跟你講 我們男人我們去逛街的時候 我們是走進去那邊買好了 走出來 10分鐘 15分鐘就搞定了 女生半天一整天好幾個小時 根本不知道她想買什麼衣服 這時候 而且我們一定要陪他們去 那這時候我們一定要有一個SOP 那個善意謊言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是 我們已經知道前一個晚上 一定要陪這個女生去逛街 那我們會做一些功課 那通常是腦袋會做 但是如果你有一點笨的話 也可以寫下來 這是什麼 這就是 藍色眼睛 金色頭髮長髮 最喜歡的顏色紅色 不喜歡大屁股 不喜歡性感的不露 然後 記得形容她手上的衣服 對 那這時候我記得 就像我們進去那家店的時候 她拿了一個白色的跟藍色的 那這時候 白色跟藍色那麼簡單的東西 你隨便選你兩個都一樣啊 沒有 你一定要跟她講 你在想 她是藍色的眼睛 OK 藍色跟藍色的衣服 他們打了 藍色 白色 我跟你講這個藍色 搭配你的白色這件衣服 真的很配你的眼睛的顏色 而且那個對比就是剛好 然後有一些比如說 她也調理一個紅色的 然後就很緊繃的一件衣服 就好像幫香腸一樣的那個樣子 明明就很醜耶 但是我跟她講說 我們這邊是講灌糯米腸 對 所以我跟她說 其實你這一件 我覺得很襯托你的身上 對 就睜眼說瞎話就對了 對 而且那個紅色不是你最喜歡的顏色嗎 很搭配 那你可以看著小梁哥的眼睛 跟她讚美一下她今天的衣服嗎 小梁哥其實你這件黑色跟 黑色的襯衫 褲子 鞋子 本來不行 因為你的顏色 眼睛的顏色也是黑色 但是你剛好配這個白色的襯衫 而且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這個 重點 可不可以講就好不要碰到我 在這個7 7 7 7怎麼了 就是7、749天之後你就回來了 不是 7是你今天的幸運號碼 幸運號碼 對 這件就很適合你 那謝忻的 謝忻的 你稱讚我 謝忍 加油 加油 男洋風 好像要去巴黎度假一樣 而且妳戴上這個 男洋風去巴黎度假 真的露臉 就是我們男人最想看的 就是妳的臉很漂亮 那我這一套 妳這套真的很性感 這發生真實話 那妳的意思是 那妳剛剛意思是說她一直在講生意的謊言 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這個人好像我阿嬤桌上的 好呀 妳怎麼就講出來了咧 還是講生意謊言好了 真的 然後我們韓國男生也是在一起 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也有這種困擾 像是不知道韓國女生為什麼很不喜歡吃晚餐 他們很多人說 很多有一個規定就是 六點過後都不吃 因為為了生菜 對 所以我有一個前女友就是我們在大學 那個大學的時候交往 那我們下課差不多三四點就下課嘛 然後直接開始樂會 然後三四點就樂會 逛一街或者看電影之後 就六點七點要吃飯嘛 而且我很愛吃 可是她都不吃 或者是她吃一些點心就好了 然後她吃了那些點點子的時候問我 你餓嗎 你要不要吃飯 當然我想吃啊 可是在韓國 如果你們兩個人進去一個餐廳裡面 然後點了一份 或者是 而且也不太好找得到 賣一份的那個餐廳 是 所以我也不敢 不敢跟她這樣說 我餓我們去吃飯 因為反正我一個人吃嘛 所以那時候我常常跟他們說 沒關係我也不太餓啊 就跟你一起就已經太興奮了 就不用吃飯什麼的 看到就興奮了 對 哇塞 然後就一直騙騙的說 其實很餓 沒辦法專心跟在一起逛 那如果說今天你老婆走出來 洗完澡之後 穿個性感睡衣 然後我就說敏哉 你覺得我今天如何 江敏哉就 江敏哉是誰 不是 我說江敏哉就軟掉 沒有啊 就是 是怎樣 那要什麼 敏哉 對 你 我今天怎麼樣 然後可是你對他其實已經沒有 感覺 感覺 你會怎麼樣說 你要怎麼樣講勝 他說你怎麼知道 你有什麼心思要中了嗎 就這樣 然後過 你今天好特別喔 然後眼神 哇塞 又是特別 又跟他臉上吃 又特別 對 就這樣 又是你的家 怎麼就這樣 蛤 好怪喔 你如果Stacy想要製造浪漫情緒的時候 但你沒有那個感覺 你會怎麼說 當然是配合啊 這個夫妻本來就是應該 你沒有辦法配合 你沒能力了怎麼辦 誰沒能力 不是 我是說 我能力很夠 你為什麼要說善意的謊言騙自己 什麼騙自己 對不對 你總是會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啊 很累啊 你要這樣暗面的時候要什麼時候 妳就在大庭廣東下問我這個問題 我當然會說 要倒喝料嗎 好煩喔 太累了吧 我也有一個韓國的朋友 因為我爸是 那個韓國女生 就是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比較小女人的那一種 然後她就是交了一個韓國男友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比較沒有錢 經濟很拮据 她就跟那女生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 帶你去吃好料 然後女生就說 沒關係 我最討厭吃什麼 上餐廳吃飯 我都很喜歡吃路邊攤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路邊攤這樣子 然後那男的就覺得 哇 這女生好好喔 好隨和喔 很隨和 然後後來這個男生之後 開始工作 開始賺大錢了之後 有一次他們就是紀念日 女生就想說 可以訂個餐廳來吃了 然後就跟男生說 今天是我們的紀念日 我已經訂好了一個餐廳 男生說 你不是說你喜歡吃路邊攤嗎 我已經打算要帶你去吃 什麼什麼路邊攤了 也不是說路邊攤不好 但是就是說重要的節日 還是會想要吃個好吃的 吃好吃的 就像以前我媽媽都會說 我喜歡吃魚頭 其實就是為了把 就是善意的謊言 就是一樣的道理 骨頭什麼的 對啊 我這邊要分享一個 就是韓國老婆的故事 普吉島我們有一個 一對韓國夫妻 然後我跟我老公 我們會有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打高爾夫球 那我們的兒子 有的時候也會去 就是敲敲高爾夫球這樣 所以我們兩家庭會這樣一起去 然後呢 當然了我們夫妻打球 就是老公通常就是我們的教練 老公就會在旁邊指點我們 我就跟我老公兩個翻臉吵架 她呢 的教練就是她老公 教她怎麼打 那我們四個人一起打呢 其實我都大概打個100多 101都沒破百 她 這個女的呢 大概就打個90幾 很棒啦對不對 有一次我就約 那我們老公都是打80幾 有一次我就約這個媽媽 跟我一起打 我想說 反正我打不好跟他們打 四個人打又很多 乾脆我們兩個女生打好了 那妳也可以教我一下嘛 對不對 而且她大概打90幾 我打100多她能教我 結果我們兩個一下場 哇咧 她好強喔 她每一動打得都好厲害喔 她那天打得差點快到72 75 75 她還在想說 她在最後一段還在想說 她知道怎麼撐她 可能就平了 平72了對不對 我都嚇傻了 妳平常打沒有這個樣子啊 她說 因為是我老公教我的 我不可以打得比我老公好 對 要是我 我要是有機會打過我老公 我絕對打給她看 因為你知道老是被人家指著說 妳打不好是很討厭的一件事情耶 沒想到她真的可以這樣子忍 而且 打球四個小時 妳都得要 偶爾看看老公的分數才要讓她 所以這就是打假球嘛 為什麼要這樣子耶 對 女生是很愛練身嘛 就有一些女生真的是發瘋了 一直想要練 所以我們就巴西的那些女生 就看到喔 鼻鼓好巧啊 那個身體很美就對了嘛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在我們巴西女生的想法 原來就是這樣子 不過有時候 他們就是不小心什麼的 他們會開始 有一點胖 然後他們會開始 就來 比如說如果我跟女朋友在家裡的時候 他會來 男友 我最近好像有一點胖喔 然後你不能 你聽到這句話 你就馬上要跟他說 哪有啦 我就變瘦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就巴西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女生開始覺得他們有胖的話 他們會開始 喔 那這個潤吃藥的 之前有一些 非常 副作用 對 對 之前巴西那邊有一些問題啦 然後全部就是保行穩什麼 因為你吃那些藥是不好的 對 會吃壞身體 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說 你 我覺得你是變瘦了 不過 你 你的線還是可以更好 那這樣子好了 我帶你去運動 那就是這樣子就是沒有問題 我們巴西都會這樣子 可是這樣還不錯啊 對 因為通常只是為他身體好 不要讓他亂吃藥 是不是 因為你老婆 你有騙過他身材的部分 他身材很好啊 你現在還在騙他嗎 他有什麼問題 濃腺和肚什麼問題嗎 他會不會有不治 還是你們覺得他有問題 沒有 他身材超好 是不是 真的就很好啊 你們兩個 對啊 對 也是我爸我老婆也會生氣說 有時候也是需要 一定要講一些相應歡迎 比方說我老婆很喜歡出菜 我們的廚房什麼都有 我可以給你看 你看這是早上 然後全部都有 鍋子什麼的都有 有好多 對啊 廚房是那個啊 老婆的天堂 這樣也有 都是法國冰霸啊什麼的 對對對 法國的廚具很多 那很貴 但是因為他在英國長大 然後沒有學出菜的 是問題 所以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他要出菜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我不太餓 你要開始說 跟你老公一樣 我愛你 但是我 我不餓 那如果真的要出菜的話 一定要有時候 沒辦法 一定要吃 以後要說 嗯 嗯 味道還滿特別的 特別特別的 又跟你的詞一樣 嗯 很特別的 請問一下 現場的每一個人 不管男生女生 你們會比較想要聽實話 還是要聽善意的謊言呢 喜歡聽實話請舉圈 善意的謊言請舉X 都想聽實話 不可能 善意的謊言是XX的 善意的謊言是X 圈圈圈 XX 所以曾智希 你也是喜歡聽善意的謊言 因為我覺得善意的謊言 至少可以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的實話 我覺得 一輩子都不要聽到實話 比較好 所以善意的謊言 你會讓人家覺得好開心 因為像 男生跟女生相處 我覺得非常多 就是善意的謊言 防釋之類的什麼 你想跟我們聊什麼 不是 男生不是有時候 也會問說 你覺得我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說 你這個是我所有男朋友中 最好的 所有男朋友 誰問你 不是 我是說 就是如果有人問的話 為什麼不聽實話比較好呢 你要難道會跟他說 你真的表現得還好 沒有 謝忻真的會講實話 我覺得 怎麼可能 他會終止 然後坐下來好好聊 終止 還要聊 好 我們好好來聊天 我覺得你什麼地方 真的我覺得需要改進 你是不是會講實話 我會講實話啊 你善意謊言 你騙不了多久 你總有一天會被拼 會被扛 那就由別人告訴他啊 什麼別人告訴他啊 別人告訴他之前 我自己先告訴他 沒有 你這樣真的騙久 你騙自己騙久了 你就會相信這是真的 那你就自己也被騙啊 就很傻啊 為什麼要自己被騙 真的時代不一樣耶 那你還講 所有的男朋友之中 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就說 我們只有你一個男朋友 對啦 對啦 這太假了 你看 這個時候也年輕啊 這像他到現在還說 Stacy上第一個女朋友 對 這聽起來就是在棒賽 我沒有說第一個女朋友 我是說初戀 有比較好 我是比較希望可以直接講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快 可以改 那如果你說 這聲音喔 還不錯喔 就很好喔 那後來就是一年以後 就好不舒服耶 對啊 真的 尤其是結婚之後 真的要講四次 所以你會跟你老婆直接講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啊 因為結婚之後都 意思就是我都沒有第二個第三個嘛 那你下次就直接跟他講 你到底什麼時候錄影啊 錄影子就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 我再講一個體力救的方面 如果他沒有告訴我的話 我永遠都不知道 他跟你說了什麼 最後你知道了什麼 你這隊好累喔 我覺得 這一句就夠了 夠了 對 小聲姐我覺得你講的是 要看可不可以改 因為如果你說 上海男生的自尊 如果你說 那很小啊 那個男生也不能改啊 改不了 改不了 但是技巧方面的話 你還是可以給他建議 所以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對的 因為我們結婚以後 我老婆也不會跟我說 相依還原 但馬上會 我們三次早上起來 就是剛剛起來 然後他跟我拿來很近這樣 然後 然後這樣 他跟我說 哇 你看起來好老喔 蛤 蛤 我沒有問什麼 我真的剛剛起來 這麼直接喔 拜託髮好多喔 這樣 結婚久了就這樣子啊 不動耶 小聲姐跟我老公說 你好胖喔 我們結婚到現在 你胖十公斤了耶 對啊 我直接就她說 不是她真的胖太多啦 好吧 可是姊姊姊才有進步啊 因為有時候 面對善意的謊言是好事啊 如果有時候 這個人是生病啊 或是需要安慰啊 對 善意的謊言是 是要必須存在的 對啊 而且呢 這個是 你看這個善意的謊言 也出現在各個地方 也不是只有這裡啊 對 所以善意的謊言 還是要存在的 對 小心禍從口出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